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播讲 夏秋年 张瑶的九大稿 林彪看也不看 陈伯达促生产的初稿和张瑶抓革命的初稿都排成青样 分送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 而中央文革小组只讨论了张瑶的稿子 中央确定使用张瑶的报告稿后 政治局专门开了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 批判他提出的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的观点 陈伯达很激动的抨击后 张春桥反驳 你说的是唯生产利润 是修正主义 陈伯达回忆 会上没有人支持我 最后中央决定仍用他们的稿子 虽然我写的稿子流产了 还是要发展生产 搞好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 到卫生间去 出来后 说考虑在报告上添上陈伯达的一些意见 但我说的话异常激怒了江青 张春桥 他们要找机会对我提出的伯恩斯坦这个比喻进行报复 过了两天 中央专门开了一个会 对我进行了言辞极其激烈的斥责和批评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倒了以后 他们在报上反过来说我是伯恩斯坦 但实际上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上讲话 批判陈伯达总是看重经济 说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改变 陈伯达的本性也不可改变 还说 陈伯达觉得搞运动的路行不通 就走搞生产的路 不能和他同舟共计 有人在大船将要沉没时 来了个老鼠搬家 在延安时 张文天想留住陈伯达 陈伯达犹豫不决 毛泽东也说过这话 九大前夕 江青和康生以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 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突然召开了一次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 江青自己宣布 他是会议主席 会议的议题是陈伯达做检讨 陈伯达回忆 我刚说一句话就被江青打断了 江青说 陈伯达不做检讨 不让他说了 江青也不让其他人发言 还提出要摘掉我的冒灰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专门为打倒我召开的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就喊了一句 大字报上街 意思是赞成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来没有公开 据说盗会人员的记录也都上交了 大概是打倒我的时机还不成熟 张云生回忆 林彪让我们比较一下陈和张瑶的稿子 哪一个好一些呢 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他们写的东西中有哪些可取之处 过了几天 张瑶的第二稿送来了 主席又做了较大的修改 林彪只让把修改处讲讲 三月底 周恩来把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 讨论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 林彪一个字也没看 就在稿子封页上批 呈主席审批 周恩来着急的说 怎么又送给主席了 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 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过几次 他不再看了 请林彪同志最后订稿 这个事叶群是知道的 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秘书想追回来 已经过了半小时 来不及了 看来林彪是非常讨厌张瑶的稿子 张云生回忆 林彪对我们说 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 而只愿意顺口讲 因此我想搞个并行操作 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 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 这个拉条子的任务 由你们帮我来搞 我这次做口头讲话 还是用十二中全会上讲的那六个题目 中心意思是国父民强 秘书深回忆 林彪拉条子 自己想 想几天 今天想一条 明天想一条 没有成句的话 写在纸上几个字 两个字一行 三个字一行 就是一篇 啪 丢在地上 体系形成 叫我整理整理就够了 一个钟头后 林彪叫我 不要编句子 要原话 林彪脑子好使 上台就讲 这个习惯是他在战争时期养成的 出口就成章 印发九大政治报告 张春桥提出让林彪亲笔签字 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林彪一口回绝 有意让他碰一鼻子灰 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 林彪不再说话 但私下多次说 张瑶是无名小卒 不知是哪里冒出来的小记者 他们写什么是什么 我林彪一字不改 到最后一刻 林彪决定不做口头报告了 但一直到九大登台前 林彪一遍也没有看过张瑶的报告稿 念得结结巴巴 被江青抓住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意见 陈伯达的稿子怎么办 叶群对林办秘书说 老夫子的稿子已经不能用了 但他坚持印出来 还托我劝首长看一看 说是首长看 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 我是同情老夫子的 只能对他说 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 这是为了给他一点安慰 但你们给首长讲时 不要讲得太细 以防止首长脑子一热 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 王文耀 王宝春回忆 九大开完 陈伯达收到毛主席退回的文件 陈伯达给毛主席的九大报告稿 第一部分 原封未动 主席用粗签笔写的字很大 占了整个封面 退陈伯达同志毛泽东 后面写着日期 我们和陈伯达都愣了 原来主席从未拆开 我们俩一声不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陈伯达一人呆坐在屋子里 不拆开又如何得知其中的内容呢 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交来的提纲中得知 陈伯达要在九大政治报告中 大肆鼓吹生产 所以他根本不拆 就是要告诉陈伯达 我看都不看 愤懑之情可见一斑